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跟丽丽老师一起学画画 老师呢今天要教小朋友们画一个可爱的动物哦 那他叫什么呢 他叫考拉 那小朋友们快拿出你的纸来 然后跟老师一起这样把你的纸对折 然后呢我们再对折 我们就要在这张纸上画一只可爱的考拉 好他是个小动物 他的头特别大特别的有趣哈 那我们要怎么画呢 小朋友们要看哦 这是老师的这个纸折完的十字哈 这是中心的这个点 他的头呢老师要把它画的大一点 画在这 然后他有胖胖的小手哈 那老师要开始怎么画 小朋友们看啊 首先老师要先定一个点 告诉我们的第一笔在哪里 这是我的中心点 然后老师在这个上面 我先点一个点 小朋友们看 是上面留了少一部分 上面留了顶部呢 留了一个大的部分 看 老师上面留了大的部分 在这里呢留了少的部分 从这个中心点开始哈 所以老师在这点了一个点 小朋友们要拿笔先点一个点 之后呢老师先沿着这个点这样 画一个小小的弧线 很小的弧线 然后呢我给他画一 这样小尖像那个菠萝一样哈 我们画三个小尖 之后呢连着这样下来 诶是这样的哈 一边一个短短的小线 中间画了像画了一个山一样哈 其实这就是他的头哈 头之后呢 他头是个什么形 其实是一个这样胖乎乎的圆形哈 所以老师呢这样的 从这个左边开始这样画一个这样扁一点的圆哈 右边呢也是这样 诶 然后把它这样下边连起来 好连起来 两边连起来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形状哈 没有特别的圆 有一点发扁 小朋友们可以随意的画 其实画圆了画扁了都是可以的哈 之后呢我要画他的耳朵 他的耳朵呢一个在这里 耳朵怎么画 其实就是一个大大的半圆 他有个大大的半圆 然后在这个下边呢 老师在这画上 诶 这样的 Kerb线 我们是不是学过这样的线哈 波浪线啊 我们画一个 然后呢 这是他一边的耳朵 另一边的耳朵在哪 是在这 老师这样 诶 也画一个 然后他到哪呢 下边也是这样的 给他画上波浪线 其实这就是他两边的耳朵 两边的耳朵呢 老师把它画完了 现在老师把它放大一点哈 诶 这样的 给小朋友们看 放大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呢 耳朵里面我再给他画一层 这样下来 诶 然后这个地方也给他画上 这样的波浪线 诶 小一点的 就是他耳朵里面那侧哈 我在这边也是这样 跟刚才一样 诶 给他画上波浪线 诶 是不是我考了两个耳朵 就画出来了 画出来之后 老师把纸往上一点哈 然后我们要画什么 我们可以画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 考拉的鼻子啊 很可爱 老师先画鼻子啊 鼻子在哪 就是在这 画一个 诶 这样的像三角形 这样 又不是完全的三角形 这是他的鼻子 然后呢 鼻子在这边哈 小朋友们看 老师先画一个小圈圈在里面 为什么 其实老师这里面是一个高光 然后我又画了一个小横线 就说明什么呢 老师要用黑色的笔 把这边都给他涂上 只保留中间 老师画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就叫做高光 光打过来的地方 小朋友们看 最后 最后是不是就留出一个这样亮的地方了 其实就是他鼻子亮的地方 这个高光 事后眼睛呢 他眼睛一边一个 在这儿他不是像其他动物长在上面 他的眼睛呢 其实跟他鼻子是平行的 所以呢 老师在这边画一个圆 圆形 然后另一边呢 用比较比 差不多的位置 看有眼睛 看差不多的地方 我也画一个圆 现在呢 有两个圆 是不是 在这个圆呢 同样的 老师在这里边 再画一个圆 下边也画一个圆 然后我把两边给他涂上 这边涂上 是不是就留了一点点 其实也是高光 就是他眼睛亮的地方 我们把它留一点点亮的地方 这边呢 其实也是 我也是这样的 画一个圆 下边画一个圆 然后把这两边涂一下实 其实就是他眼睛亮的地方 就是高光的地方 他的两个眼睛 是不是很容易就画完了 画完之后画他的嘴巴 小朋友们看 哎 往上翘的 我的靠拉在干什么 他开心的笑 这就是我的靠拉 好 很容易的 我们把它的头就画完了 那我们下面也画什么 我的靠拉呀 他的手呢 是这样形状的 小朋友们看啊 老师 这个地方也定个点 告诉小朋友们 在这儿画咯 我要画一个 他的爪子 哎呀 粗粗的 然后在这儿呢 他的爪子是很粗的 是这样的 下来 过来 然后把它这样连上哈 一个克尔巴 两个克尔巴 这样连在一起 他的小爪子哈 然后我也可以 在里面画上小尖尖 他爪子是有尖尖的 是不是 然后 他的爪子在干嘛 其实啊 他的爪子 在抓着一个树哈 老师呢 先把这根树 暂时先画 先放在一边哈 我先把它 另一面呢 其实在这儿 老师没有连上这儿哈 这个另一边呢 是在这边 我同样的在这个位置 小朋友们看啊 在这个位置 哎 我也画出来一个 同样的 这样的 然后这边呢 也是这样往里画哈 这样的出来 这样一个 两个 小点点哈 我把它的小爪子 这是两个 我把它画好了 其实呢 它是有几个角呀 是不是 四个呀 它是 有手有脚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老师先把它 前面的两个画出来 之后我画一根树 哎 这是一根树干 它 它抱着一根树 很调皮 抱着一根树 哎呀 这个树还挺宽的 是这样形状的 随意的话哈 小朋友们 不要穿过去哦 你如果用铅笔的话 可以穿过去 老师用的黑色的笔 就不能穿过去 哎 这是它抱着的 一根木头 哎 老师就这样画下来 哎 这根木头呢 长的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接着要画它后面了 之后 在它后面呢 在这儿 这个位置 哎 又一个小爪子 从哪儿过来啊 其实啊 它是这样的 从哪儿过来呢 搭了到这儿 是这样的 哎 这样的 在这儿 小调皮 然后呢 另一个在哪儿啊 另一个呀 它长起来了 它跑到这儿来 另一个小角啊 被搭了到这儿来了 被这儿挡上了 这样的 哎 这是它四个 就好像我们小动物 在趴着一样 是不是 它呢 其实还有小尾巴呀 什么的 考拉还有小尾巴 但只不过呢 挡上了 哎 也看不见了 然后小脚丫呢 也被挡上了 也看不见了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哈 我们在这个地方 来画树叶 比如说 它有叶子 它这个树上呢 还挺好看的 它爬这个树上 有叶子 那树叶就是这样画 很简单 小朋友们 我相信都会画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你也可以画 画上小的叶子呀 大的叶子呀 都行 好 下面呢 想画也可以加一个 如果不想画呢 就 就少画两个 都可以哈 就说这个考拉呢 它 喜欢的这棵树上 有 这个树枝上躺着 是不是 趴着 很有趣 是不是 那我就给它 加一个眉毛 如果 小朋友们说 老师那可以 加上睫毛吗 也可以哈 就是随意了 你可以任意 装扮你的 这个小考拉 像 涂在他耳朵里面 哎 他耳朵里面 是这个颜色的 粉粉的 好好看 然后呢 这边也是 涂上粉粉的 咦 这是考拉的耳朵 是不是很简单 一下就涂完了 这样的 还有什么地方呢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给他加一个 漂亮的小脸蛋 也是可以的哈 粉粉的 嗯 好 之后就是 我可以再找一个 灰色的笔 灰色的笔哈 因为考拉呢 其实有一点偏灰 我拿灰色的笔 怎么涂呢 我可以涂在 它这里边 其他的地方 都涂上这个 有一点的灰色 好 这里面其实也都可以的哈 都给它涂上灰色 我的小考拉 很可爱的小考拉 这样 留出来哈 高光的地方 不要涂上 其他地方 都可以用这个 淡淡的 灰色涂啊 如果用深色涂呢 可能 没有淡色的 这样好看 好 之后还有什么地方 还有 就是这边 这里面也涂上了 还有什么地方 还有它小手手 调皮的小手手哈 这个地方 这里面其实都是 它的身体 这小角角 这地方 调皮的 这些地方都是 好 好 是不是很轻松啊 老师一下就把这个 小考拉 给它涂上颜色了 再拿一个略微深一点 我转它在边上 这样的 让它看起来 有一个变化 这个地方深一点 这边浅一点 也行 还有它的小爪子的部分 我也可以给它稍微 这样重一点 也可以 小朋友们看 只是在这下边 这样涂一下 让它小爪子看起来 重一点 这个地方的颜色 这边边上 也都可以 但是记得 一定都要用 这个同色系啊 只不过就是深一点 感染浅一点而已啊 不要用一下啊 特别深 那个颜色 一下边的特别深 那就不好看了 哎 只是让它边边上 有一点点变化 好 老师觉得呢 现在这样就已经够了 我们可以了 那我们来涂这棵树吧 那树一般是什么颜色的呀 在小朋友的印象里呢 它是棕色的 还是土黄色的呢 还是什么颜色呢 老师觉得我们可以 先用一个绿色 嗯 来涂这个上面 比如说我把这个叶子 给它 哎 部分地方涂上这样的颜色 涂上一个绿色 看老师只涂了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想用其他的哈 其他的绿 然后来丰富我的这个画面 比如说我这里面 又用了其他的绿 这两种绿色 啊 有深绿和浅绿 这样 你们看 就变得更加的好看 这样的 两种颜色 叠加在一起 你的叶子是不是就深有浅了 就变得好看了 小朋友们呢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绿 啊 什么颜色都行哈 这个叶子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绿色的 就这样随意的涂 只要别涂出去就可以哈 下边呢 这棵树呢 是棕色的 所以老师选一个中黄色 中黄色 然后把它涂在哪呢 我先把它这样的涂在这个地方 这样 这样 哎 这样 小心一点也没涂到外边哈 把笔头放扁 这样 这样的哈 之后 我也可以再选颜色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 更深一点的颜色 哎 涂在这个边边上 小朋友们看 让这两种颜色呢 慢慢在一起哈 让这里面有一点点的变化 有一点 两种颜色叠加在一起会更好看 然后呢 我们还要再继续选 继续选深色和浅色的叠加 因为这样呢 才会使我的画面感更强 小朋友们看 我再选一个 类似这样的颜色 然后呢 继续在这个树干里面 这样呢 我没有全部盖住刚才涂的颜色 只是在 某一点的部分上面 哎 用了这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我的 我的这棵树 哎 有浅一点的 有深一点的 还有浅一点的 深一点的哈 这样呢 才会使得我这棵树 看起来更加的好看 我可以用深一点的地方把局部 有些地方可以再加重一点 嗯 这样的 小朋友们看 是不是就有深有浅了 三种颜色 三种颜色 有深的 有浅的 这个考拉是不是就很可爱了 好 现在呢 老师就不再画了 我的考拉基本上就完成了 如果小朋友呢 想在他的周围呢 再画上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是更好了哈 所以老师的这个考拉就画完了 不知道小朋友们 喜不喜欢历练老师画的考拉呢 如果喜欢的话 就请给我点赞和订阅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老师 每一个星期的更新了 也欢迎小朋友们 在我的社区里面留言 告诉我你喜欢什么 想要画什么 老师呢 都会陆续的添加到视频里哦 好 这期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